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2022年European Study Talk 留学欧洲说明会 这个活动是由我们欧洲在台的官方单位联合举办 那我们将从今年的9月份一直进行到明年的2月份 整个系列活动将邀请到了超过50多所的知名高等校院 来进行留学线上的这个欧洲的说明会 那国家有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 以及意大利等这个专业顶级的欧洲大学 将接力的为台湾学生你的留学计划来 留学欧洲的计划来指点迷津 那除了商管学校资讯学院更有著名的理工科 设计观光 医学科系等的知名校院都有加入 他们都要提供你给你最新的教育制度 申请流程以及课程资讯 奖学金以及还有毕业后可以在当地工作 以及创业的最新资讯 你一定可以收集到你所需要的这个申请留学的资讯 以及听到学校代表以及有一些学长姐的这个经验分享 他们这些都要来帮助你这个准备你的申请 那今晚留学欧洲部署未来 我们下一所是由我们EDHEC北方高等商业学院 来进行说明会 那北方高等商业学院呢 在里尔尼斯巴黎伦敦和新加坡等五个地区都有分校 那在全球商学院中排名前20位哦 在全法国的这个商学院中排名第五 那这个学校是具有一个非常国际性 且有跟商业界有直接连接的这个商学院 那在这个学校里的教学以及研究的这个卓越性 其中在创新以及激发这个创业精神跟创造力 从商业的产生初期到完全致力于商业发展 这个学校都让企业家能够在企业中改造 或者是创造出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 那他们学校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理念的实验室 会在教育当中提供这个富含这个企业价值的创新解决方案 教学的理念呢更受到很多活动以及还有奖项的启发 那他们学校侧重于在在实作中当中学习 所以学校的愿景呢他们是因为有许多的企业家一起创建 体现了一个基本的商业价值 所以学校的目标就是希望把关键的商业成功传递给新一代的学生 还有管理者以及企业家 那他们这个是在为了保护这个独立运行 那学校的这个是依照自己的资深的这个资源跟还有发展提供资金 来指导学校的学术跟科学的这些策略也都是完全自主的 那从小以来这个学校是以实用主义跟专注在商业的教学方式 树立了非常良好的名声 那这样这个企业的关键工具跟知识 还有这个行为传递给未来的经理 以及还有专业的专业人 那学校就是要培养这个一批思想敏捷 然后富有创造力跟机灵的这个企业家跟经理人 所以为了要让你能够从学校开始就能够培养起企业家的精神 学校的思想也非常的多元以及非常的开放 所以注重在文化概况实践还有学科 这个教学的营运方面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那待会校代会给我们详细的课程介绍 申请要求以及程序 学校生活啊以及还有费用等等的资讯 那请大家都务必要听到留下来听到最后 那我们就赶紧来了解这个北方高等商业学院 如何能帮助你部署你的未来 如何让你准备强化你的专业跟人脉 然后以及当然要来听听看我们国际学生的这个留学 跟直癌的之路的路程可以是怎么样一个来布局 那当然会请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将你的问题 或者是按着你自己的状况的问题 来打在我们这个Q&A的栏位当中 我们会在最后Q&A的这个时段里 请校代来帮我们尽量的解说 跟还有提供给我们相关的资讯 OK I think that's welcome Yu Ting for our presentation webinar tonight So Yu Ting now the floor is yours 谢谢 谢谢Diane 非常感谢 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参加 今年的这个欧洲教育教育展 然后European Study Talk 我是北方高等商学院就是EDHEC 国际招生部亚洲地区的负责人 我姓蔡 然后今天呢这个借助这个机会呢 就很高兴跟大家来介绍EDHEC商学院的这个教学理念 以及我们硕士项目当中的这些专业 以及他的这个申请的这个要求和情况 那首先呢我要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宣传片 大概可能是两到三分钟的样子 给大家播放一下 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宣传片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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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去年最新出的一个宣传片 然后呢 包括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艾德克的最新的这个口号和理念呢 就是for future generation 然后这个呢 一会儿一会儿我会在这个introduction的时候跟大家提到就是艾德克现在最新的这个作为一个上学院 它最新的一个strategy和未来的一个啊转型的方向 那么今天的话我会在30分钟时间内跟总共是40分钟的时间内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艾德克这个学校 以及我们的这个硕士项目因为我的硕士项目主要就是这个MIM Mastery Management和Mustle of Science的这两种硕士项目 那以及就是啊我也会在就是项目介绍中呢跟大家就是着重的介绍一个几个比较嗯现在对于就是说未来就位市场比较新兴的一个啊几个专业 我会highlight一下嗯然后呢就是这个申请的这个要求和申请的这个具体的这些细节啊以及甲学金的情况 那最后的话是就是Q&A decision 嗯首先呢艾德克的话呃就是in case就是有一些同学啊不太了解就是艾德克的这个background啊艾德克呢其实是由法国北部这迪尔的一些啊当地的一个企业家 也就是由于1906年创立的然后艾德克的法语的全称呢是 啊俄德的阿俄德道德的公贩西亚的俄语呢是它的这个简称那这个h e c呢其实就是那个au de dit du公贩西亚的 的缩写啊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高等商学院 那么埃德克呢是成立于法国的里尔 那现在的我们的主校区呢 是位于里尔的湖北市 那这个里尔的湖北市呢 其实是原来就是法国非常 就是应该说是欧洲非常出名的一个 纺织业的一个重镇 那从里尔和湖北这边走出了 非常非常多局势文明的法国的这个企业家 举个例子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 就是法国的首富这个路易威登家族的 这个就是路易威登LVMH 就是他们的集团董事长 这个Bernard Arnaud 他就是他们家族就是从这个湖北这边 就是利尔这边起家的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像法国的 非常大的这个超市零售商欧尚 欧尚他们也是从利尔走出来的 还有就是法国最大的这个运动品牌 迪卡龙也是从利尔的 也是也是利尔的品牌 所以法国的北部一直都是法国的企业 企业家的一个摇篮 所以埃代克成立之初呢 也是就是这个企业精神 创新精神呢 一直都是埃代克 从1906年到现在为止的一个 他的主要的一个精神理念 就是创新和创造 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呢 埃代克呢 已经就是全欧洲一流的商学院 那么我们除了在利尔校区之外呢 我们也有我们的尼斯校区 还有就是我们的巴黎校区 这三个校区都是在法国 那同时呢 我们在新加坡和伦敦 也有开设我们的校区 那因为之前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这两个校区的一些就是教学活动呢 是到一些影响 那现在这两个校区 着重应该是在往 就是研发 就是应该是研究 research和这个高等教育 就是高管教育 这个方向在走 那么我们的full time的这个课程呢 全都是在我们的利尔尼斯和巴黎校区 首课 那在我们的这些 所有的校区当中呢 一年大概我们有八千个学生 在on campuses 那这些学生里面 有超过一百多个 不同的这个nationality 那截止到2021年 艾戴克和全世界的 这些一流的大学和商学医院 建立了总共超过两百八十个的 这个学术交流的这个partnership 所以呢 每年我们会送很多学生 到全球各地的这个学校去做交换 那同时我们也接收非常多的就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个交换的这个同学 到艾戴克做这个本科或者是研究生的这个交换 所以学校的国际学生比例大概是在35%的样子 学校的所有的这个master的授课是全英文的 所以我们没有就是法文班和英文班 我们是全英文的授课 所以学校的理念就是说要国际性多样性以及包容性和开放性 所以我们的同学就是在校的主要的语言就是英文 然后我们没有法语的要求 也没有法语的课程 也没有法语的教授的课程 但是我们是有提供法语的这个学习的课程是有的 那我们大概每年会有超过33% 大概超过1%的同学会拿到艾戴克的这个奖学金来进入艾戴克学习 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ranking 应该是从昨天还是就这周对这周 Financial Times刚好就是发布了2022年 就是每五年一届的一个就是欧洲最佳小学院的排名 艾戴克的排名是排到了第七 是就是全欧最佳的这个商学院排名第七 那在法国是根据这个ranking在法国是第三 那看一下我们的master的这个program的排名 我们mastering finance是通过这个financial times这个ranking 是全球第五 我们的这个mastering management的专业呢 是全球第九 我们的这个mastering marketing management 就是这个行销学管理 是QS的最新ranking是全球前十第九名 那我们同时我们学校也提供就是MBA的这个 就是global MBA就是full-time MBA 以及executive MBA的这个教学 那么同时也有PhD in Finance 就是金融博士的这个学习还有很多的就是高管教育 那艾戴克呢也是就是少数全球应该可能大概100个学院 能拿到这个triple就是你看到右上 右上角这三个acreditation 就三大认证的商学院之一 那艾戴克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因为对于这个前秋的一些就是 呃 环境变化啊包括就是呃 未来就是人类的这个就是发展的需求 艾戴克呢也进入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期 呃 我们是从我们现在的就是教学教学理念呢 包括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full future generation 我们的教学理念呢就是致力与鼓励年轻人啊 未来能就是啊 进入到就是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这个领域啊 啊进行学习以及就业 那艾戴克也是就是鼓励提供给这些年轻人对社会啊会产生积极影响的这个商科的教学 啊从2020年开始啊因为面临复杂的这个就是这个气候 气候议题这个气候和经济的这个挑战啊 包括这个就是全球的这个疫情的这个这个蔓延 就艾戴克是从2020年开始要求每一个我们的硕士啊 在校生都需要参加一定数量的企业社会责任和气候变化的这个课程啊 就是不管你是学的是哪个master啊 你一定会有involve到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和啊 气候变化的课程 在2020年到2025年 艾戴克也啊将投入高达2.3亿欧元的这个啊 investment 也支持学校作为这个深度深度转型 那么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很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 我们的这个转型方向就是往克持续发展方向走啊 啊我们除了开设了就是MAC um global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 这个专业和MAC uh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这这两个专业以外 我们也将启动了叫名为 inventures for future generation 这个投资基金 主要就是就这个气候变化 生态者情及啊 能产生这个积极的社会影响力的一些项目啊 啊来展开合作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啊 我们也设立了非常多的这个研究中心 包括这个艾戴克的风险研究中心 艾戴克气候供险研究中心 以及艾戴克这个scientific beta啊 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关于index的研究中心 主要着重于就是ESG啊 和这个climate investing的这个方向的研究 同时呢艾戴克也成立了这个数据和人工证 智能的中心来保证就是说 艾戴克在这些社会议题当中啊 是走在最前他们我们的科研是走在最前端的 能把我们的这个科研成果 用运用到我们的这个教学当中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艾戴克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硕士项目有哪些 那艾戴克硕士项目刚刚提到了 其实主要就分为两种 一个就是mastering management 就是法语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master of science 就是理学硕士 这个是一年的项目 就master of science大概是在一年是16到18个月 啊这么长 那mastering management呢更多的是 其实是给没有太多商科经验的 啊同学设置的那他总共的项目市场其实是三年啊 两年是在学校然后中间呢会有一年的这个gap year 来做这个实习或者是做交换 那每年我们来自台湾的这个申请 有申请master in management 也有申请master of science 这个完全取决于就是你自己的这个poify 以及你对未来的啊这个职业的一个规划 那一会要求的话我会在后面再提 那么master in management 啊我刚刚提到了就是他的第一年其实就是一个foundation year 那对于因为这个项目的申请者 他们可能就是可能大的就应该是大学的最后一年 或者刚毕业啊一两年还没有太多的商科的经验 或者是工作的这个经历啊 那么这个master management的话就非常适合 就是没有太多商科经验的这个同学来申请 我们往年都有很多就是纯与眼泪背景 就是我学的我大学主修的是啊 英语英国文学或者是法语啊专业的都可以申请这个这个这个专业 因为不需要就是说你需要啊不需要拥有就是academic的这个商科背景 那第一年的话我们会就是开展就是关于呃 比如说像marketing啊strategy啊finance 这些就是商科的基础合成都会在这个mim的第一年啊 呃教授那么到了第二年的话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个我们的同学 因为大家没有太多的这个商科的实习经历 那么中间的这个year two其实就是我们叫的gap here 或者说是呃建格年呃那这一年的话其实是一个perfect time 让他们去就是把他们之前第一年学到东西运用到时间当中 呃那我们的同学是需要做十二个月的实习或者六个月的实习 六个月的交换那回到第三年的话我们的同学因为mastering management 其实是说他是比较general的一个名字但是这个专业并他本身并不 因为在这个专专业下的话啊到了第三年每一个我们的这个mim的学生都需要选择一个mac作为啊他最后一年的这个专业细分的学习叫specialization 我们在就是呃我们在就是呃里二就是我们的里二小区是我们的呃呃 啊 business management track 那在这个track 上面的话我们大概有十个专业啊可以选 啊可以选那我们还有一个专业mim的方向呢是mim finance 那我们大概有五个四个专专业可以可以选择来做最后一年的这个specialization 选一个呃那这个就是三年完了之后mim的话呃所有的同学会拿到一个mim的degree plus一个mac的degree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双学位的这个呃呃项目那么呃呃修完了这个mim的话同学也可以申请法国的这个呃呃一年的这个visa extension 叫APS那这也就是说你就是你的呃呃学制是到了就是今年到现在今年年底完成了之后那因为你是修的这个ethical master 你可以申请就是说你visa到期了你可以申请一年的这个呃visa的这个extension 你做呃呃呃可以在这个期间来就是呃呃申请工作啊呃然后给你一些这个buffer就是缓冲的时间啊去找工作 然后你的你可以长期的就是留在呃就这一年都可以在法国拥有就是呃这个呃叫合法的这个居留权 嗯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利尔小区利尔小区的话就是在法国的北部刚刚提了也是一个就是法国企业家啊出了非常法国法国出了非常多法国企业家的一个地方啊他离嗯比利时布鲁塞尔非常近 开车的话可能就30分钟离把法国的这个首都巴黎也非常近开车的话大概是两个小时两个到两个半小时坐这个法国的高铁的话只需要一个小时所以我们有非常像我们的法国同学其实有非常多都是那个巴黎的 然后啊他们都是周末然后平时是在啊艾拉克上课然后周末都是回巴黎呃 哦然后我们的尼斯校区的话是在法国的 pregunta 嗯就是法国的蔚蓝海岸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学校的这个啊教学楼其实就是比临海边的然后旁边就是尼斯的这个蔚蓝海岸机场 所以我们面对这个海的这一面的这个教学楼 其实都是海景教室 非常漂亮 那我们MIM还有一个track 叫这个全球经济转型与技术变革 那这个项目的话 它是非常特别 因为它是个非常的global and international的一个program 那它的第一年是在埃代克的巴黎小区上 因为第一年的第一学期是在埃代克的巴黎小区 第二学期是在韩国的陈军馆大学 到了第二年还是这个Gapier 第三年的话是在这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这个 伯克利哈斯桑学院做最后一年的学习 所以它是跨三个大洲三个国家的一个多元化的这个学习 那它主要的学习的方向其实就是经济转型和技术 是把商科和这个技术相结合的 教授一个复合型的这个 就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一个专业 那Mass of Science 埃代克有14个Mass of Science 就是非常多的方向 大家感兴趣的话 或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去了解每个项目的这个具体的信息 Mass of Science 它的这个课程设置其实是从 6个我们来说是7月就开始 但7月和8月这个之间呢 其实是Foundation Courses 它是一个online的 所以的话我们同学不需要就是六七月份就到法国 正式的课程呢是从9月份开始 那Foundation Courses 因为Mass of Science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高强度的一个专业 时间非常短学习的东西非常多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7月和8月做这个Foundation Courses 来相当于是给你们做一个热身 让你们先提前掌握一些基础的知识和课程的学习 然后到9月正式开始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就是很好地follow这个正式的课程 就是这个Core Module 那么到了3月 就总共在校的这个时间是10个月左右 那其中3到5月是这个MAC同学的一个个性化 就是根据你个人的需求来定制的一个一个时期 那同学可以在3到5月的时候 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兴趣和爱好来选择你的选求课 就你自己自主来选课 然后通过你不同的这种课程的选择 你可以拿到一些不同的certificate 那这些certificate你就可以用于未来的就业 包括你的linked name profile 都可以把这些certificate就是加上去 那你也可以选择就是做learning expedition 就是游学项目 我们大概有一年有五到六个不同的就是去到不同的国家 做这个游学 那最后的话我们同学需要做四到六个月的这个internship 所以总共市场的话其实是18个月MAC 那修完的MAC的话我们同学也是可以申请这个法国的这个FPS 就是one year visa extension 然后其实总共的话他们可以可能在法国 可能可以待到两到两年半最长的话 但如果是直接找到工作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就是学生签证转到转为工签 那培代克的这个非常多的同学就是他们签了这个法国 这个永久合同很多企业是直接就是sponsor 他们拿到了四年的这个工作签证 也是就是非常理想的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那么培代克的这个12校区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12校区的这个专业 主要就是在管理方向 那有比如说consulting啊 marketing management marketing analytics data analy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还有刚刚我提到这个global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 就是全球可持续商务 还有creative business and social innovation 还有look 这几个总共有大概9个项目 然后我们的finance 对我们的尼斯校区呢 是我们的那个finance hub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finance项目 都是在我们的尼斯校区教授 那同时呢尼斯校区也有也是我们所有的这个 就是金融的研究中心坐落的一个地方 所以所以它是我们的一个金融的金融中心 是培代克的金融中心 那我们提供的比如说financial engineering MAC corporate finance and banking 还有就是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finance 还有MAC international finance 那最后这个international finance 它是相对于来说比较general的一个专业 对于就是他没有太多金融背景的同学 可以申请的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数理基础 那下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快速的讲一下 就是根据就是现在这个 我们就是收到的这个企业的 对人才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的这个变化 以及就是未来就业市场的变化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几个比较新的专业 也是就是未来就业市场需要的一个人才的 来自的一些专业 那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sustainable sustainability就是可持续的方向 我刚提到我们有两个专业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finance 那它这个整体的大背景呢 是一个怎么样的context 其实就是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 以及南源危机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每年这个世界的这些G20啊 G7啊 他们都是在不停的在讨论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 已经是完全是迫在眉睫的一个一个议题 然后同时呢 很多企业需要像那个est和那个比如说低碳啊 这个转型 它这个是迫在眉睫啊 必须要做的 所以呢 特别就是这个est当中的这个环境风险 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气候变化这块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重中之重的这个议题 那啊 just in case就是大家不了解 就是说est est其实就是这个环境 environment society和government 就是环境社会治理 啊 这个这个议题 那因为就是说现在的企业就是相对来说的话 如果说你要 嗯 嗯 就是 要 嗯 比如说 他其实比如说你起要长时间发展 或者你要融资 那你必须要达到一些 这个达到这个est的一些要求和或者评级 来就是保证你这个企业未来是满足的 就是环境上的这个长期的发展需求的 所以这个也是企业未来 他的一个非常就是就是经常会谈论到或者是需要去转型的一个一个一个方向 所以他这个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公司的绩效绩效的这个啊 治理的绩效的考核 他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就是合规啊或者是就是这个regulation方面方向的东西 所以急需懂这方面的人才啊来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帮助企业完成这些转型 那么嗯这个climate change这个专业呢 其实是我们和呃国立 巴黎高等矿业大学也是法国前五的这个top的这个engineering工程师学校 我不知道他们今天在这个这个我们这个European这个study talk里面 他们呃和我们就是合作建立的这个就是和商科加工科复合 符合的一个这个这个MSE专专业就是全呃可啊气候变化与可持续金融 那其实就是啊结合了金融的金融类的知识和这个低碳转型啊 低碳经济转型的这个工科学的这个工科学呃工工工程科学的这个理论 来结合来授课来呃教授这方面的相关的课程 其实就是为了保证未来这些资这些资本啊是能投投入到这些复合 就是地球长期的这种环境的要求的这些项目来帮帮帮助 啊不管是就是企业啊还是就是社会来应付未来的这个气候变化啊 保证着所有的这些这些资本的投资是满足未来的长期的环境需求的 呃所以他的大概的这个课程的话会涉及到比如说新技术能源呃的转型 包括这个能源链以及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以及呃包括也会学到物理学当中的一些一些知识和呃编程上的东西 那还有很多就是金融金融方向的知识 那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实就是说比如说啊是这些变身通常就就指于就是以低碳经济转型为目标的 企业或者银行或者基金那单人这个ESG的分析师啊或者是金融分析师以及表风险经理啊 还有可持续发展的专家顾问呢这些这些像这些职位 那还有一个地方提到这中一个global sustainable business 这个专业呢他就学的其实更早 不只是说呃呃局限于在金融和这个气候变化结果 就这个的话它更多佐饮于其实他呃会更多佐饮于就说这里 他就说他我们的课程里面设计其实更多的是呃 它矿演于可持续发展与商业学科和管理以及行业就是各种industry 之间的这个深刻联系的一个学习 那么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会学到不同的这个行业的一个这个 比如说设计到这个行业 它有比如说能源房地产食品建筑以及时尚行业 这些都是未来就是说需要转型的 就是重重重重的就是几大行业 那么这个专业的话 他们未来发展的这个就是就业方向 其实也就是ESG 分析师以及合规啊 或者也可以做这个strategy consultant 就这个方向 课程当中也有非常多这个ESG的这个关于合规这方面的这个学习 那还有几个就是比较有可能大家 就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的专业 就比如说我们最新的这个marketing analytics 就是市场营销的分析专业 这个其实是比较新的一个专业 也是就是它其实就是相对于结合了这个创意营销和这个严谨的数据分析 这两个方向而成立了一个专业 其实它就就是主要是利用数据来支撑未来的这个优化 这个营销的策略 这个营销的策略然后得到更好的结果 那么主要同学呢会学习就是怎么在这个营销环境当中使用统计数据和模型 以及编程来做这个数据的抓取的这些基础的知识 那其实就是更好的去分析就是用户的这个行为 因为现在的这个是一个digital的word 用户的这个数据就是大数据的分析这块 确实是就是未来的一个做营销的一个非常essential crucial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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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所以在这个学习当中也会使用到像Python啊 就是编程以及Double啊 还有Google Analytics这些软件或者平台 来学习比如说客户体验分析啊 数字业务的模型和策略啊 消费者的行为分析等等 所以这个几专业其实也是想就未来就是 有些同学可能不像不像台走的 他也就是take的方向 但是呢想把这个艺术和这个科学 做一个结合来学习的同学来说的话 这些是很有趣的一个专业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Data Analytics这个专业 其实就是更偏technic了 那其实他会是要非常 比如说Machine Learning啊 深度学习还有Data Science 这块有很多Coding的东西 那未来的话 同学可能做的 比如说做Data Science啊 或者BA啊 Biennes Intelligence 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就他的就是take这块要求会比较多 那如果要申请我们的专业的话 是需要哪些要求呢 可能大家会有这个疑问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要求是 就是本科你要完成就是这个 Four Year Three Year 或者Four Year的这个Bachelor Bachelor Degree 因为这个是减中 这个其实是我们对就是 中国大陆的这个要求是全日子 四年前的本科 但是我们是overworld就是global来讲的话 是三到四年的这个Bachelor 但是好像台湾没有三年的Bachelor吧 台湾也是四年的这个Bachelor 所以就是说你要满足就是至少 180个ECTS 就是欧洲的这个学分 你要修个180个ECTS的这个学分 那如果说你是台湾四年的这个Bachelor的话 那肯定是有超过180%的这个ECTS了 那同时呢需要你的简历 动机性 及你的完整的成绩单 和你的这个学位证明 或者是你的再读证明 那所有东西都必须要是全英文的 因为我们是全英文授课的 那肯定那英语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水平测试 也是需要的 比如说我们接受亚斯托福托业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最低要求都写在这上面了 那如果申请MIM或者是这个MAC金融方向同学呢 你们需要提供这个GRE或者GMAT 或者是CFA Level 2的这个 这个这个考试的这个成绩 CFA Level 2的话 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GMAT或者GRETest的 一个Waiver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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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是一个额外的加分项吧 那如果说你申请MAC管理方向的话 那GMAT或GRE就是Optional的 就是选择的 如果你有就可以提交 没有的话也没有问题 不影响你的这个申请 但如果你有的话 它可能会作为一个 你申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assets 同时需要两封推荐信 就是一封最好 Ideally一封 一封是学术推荐人 一封是你的职场 Professional就是Referee 那还有就是各种证书啊证明 那如果需要申请的话 你需要完成这个网声 www.educ.edu slashen 是我们的官网 那完成了官网申请之后的话 我们需要大概三个 三个工作日的时间来处理 你们的这个这个申请材料 如果说申请者是eligible的话 就是符合要求 那就会被邀请到我们的下一轮 这个interview的这个session 那我们的interview呢 是一个online video interview 就是人机面试 我们能用的这个软件叫Kira K-I-R-A 叫Kira 完成了这个在线的 这个人机的面试了之后 大概一到两周 就会收到这个录取的通知 那因为edict是车轮声明区 我们没有一轮一轮的 这个申请的这个要求 所以你们只要就是 完成了就是所有的材料 你从每年的十月 到第二年的六月 你都可以申请 那这就是假学金了 我们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假学金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academic excellence的score 最高的是5% 就是半奖 然后我们还有women in finance 和data science的这个score 是35%的奖学金减免 还有women in bin 是最高35%的学费减免 还有cultural diversity 还有make an impact 所以这些奖学金的话 大多数呢 你都不需要单独申请 因为你在申请这个program的时候 我们会直接就会考虑 你们的奖学金的情况 所以你的奖学金 是会和你们的这个 admission result一起发送的 除了可能个别的奖学金 是需要就是写ac 比如说这个make an impact 这个是需要就是写一封 就是大概1000字左右的 这个ac来申请的 这个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之后你下一刻 也可以问我 就是具体的奖学金的 每个奖学金的情况 那下一步我建议大家 如果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 然后你不确定你是自己能不能升这个项目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我们的这个edic.edu 就是我们的官网 去做这个简历的评估 你见到我们官网在我们的右 官网的右边 右边有一个column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叫evaluate profile 你可以去点击 然后上传你的这个个人简历 以及你的成绩单 然后以及你感兴趣的项目 然后我们大概可能在一到一周 或者一周半的样子 会给你的答复 就是你适不适合申请这个项目 好 然后这边是我的联系方式 以及我们的官网 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 然后左边这块呢 是我们的这个项目手册 大家可以扫描 然后下载 然后它是可以免费下载 所以那我这边的这个presentation 就到现在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进入这个Q&A的station吧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玉丁 谢谢 非常非常非常很多资讯 而且真的学校的课程 真的是在培育一个未来的这个企业家 跟这个经理人 而且都是很多的科目跟项目 都是真的是为了我们现在 全球这个global challenge 然后还有为 真的是为未来在做准备 所以现在很多同学 如果对于这个学校的课程 真的非常非常有兴趣 以及还有你觉得你未来 就是要成为一个专业的经理人 或者是企业家的话 真的不妨一定要来考虑 这个申请这个学校 好那我们就进行到 下一个这个Q&A的时段 好那我们一定也可以打开 这个Q&A的栏位 这边有一些学生的同学的问题 好 好的 好的 第一个是您看 然后您就直接就着问题 这样一个一个回答也行 好的 我来就是按顺序回答吧 然后我点这个answer or live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EDHEC 爱戴克尼斯校区 即利尔校区会如何推荐做选择 明年要新去交换 OK 对我们每年其实真的有很多 就是交换的同学 那么这个就要看你的交换 是本科还是硕士了 我知道如果是本科的话 就是我们的BBA 的课程上面可能有点不一样 你去哪边 估计可能上的课程 可能不会太大的差异 但如果你选择做硕士的交换的话 那尼尔就是着重于就是管理方向 尼斯的话就是金融 这是对于硕士来说的话 所以如果说你选择的是硕士项目的话 那你交换到尼斯 那你肯定就是金融方向 尼尔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去 那个consulting或者marketing 就选择方向很多 但是如果是本科的话 我觉得应该影响很大 你可以根据就是你自己的preference 选择哪边 尼尔的生活成本会比尼尔 会比尼斯要低一些 但而且尼尔离巴黎非常近 非常近非常方便 尼斯稍微要远一点 但是坐飞机也很快 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但是尼斯气候要比尼尔好很多 如果对气候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 那尼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尼斯的就蔚南海岸的气候非常非常 校园校区也会特别的漂亮 对对对 因为它是在在海边 那尼尔校区也非常漂亮 尼尔校区是全法商学院里面 就是做的非常好的 非常大 而且有非常多的慈悲 空气环境非常好 而且有非常给学生预留了非常多的活动空间 就是学生的学生生活 对 尼尔校区的学生生活非常丰富 因为尼斯就是主要是着弄在金融研究和学习这块 就是他的这个academic这个氛围很浓 但尼尔是一个多元化的 学生社团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 如果说你对这个学生文化 社团这块特别感兴趣的话 去尼尔你会会有非常 意想不到的很多很多 很丰富的别生生活 对是的 尼尔非常丰富 学生生活非常是他的 是艾代克的一个特色 很多法国人选择艾代克读这个 就是他们想参加这个 尼尔的这个学生 很多社团的成立比艾代克还 跟艾代克差不多时间的就是长 就是一百 有社团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所以这真的是很有特色 那下一个同学的问题 我看一下 想请问行销的科系毕业在当地的就业几率高吗 因为我们对当地的市场不了解 怕毕业后还是难以一路去当地的公司 对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块 我们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关于就是career center这一块 其实艾代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department 叫career center 就是职业 他们的这个的跟你 就是跟我们的同学做的这个互动 其实是学习的非常大的一部分 就是除了就是正常的这个academic的学习 还有非常大一part 就是做这个职业规划 就是development和training 还有就是你找实习找工作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 你们就是不用太担心 就是你会像完全没有头绪 就是但你作为一个 就是刚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新人 你肯定对当地的就业市场是不了解的 这是肯定的 那你是需要去摸索 但是呢至少的话 学校有这么一个center 可以就是给你提供一些资讯 然后给你做一些guide 这样子你不至于完全没有一个方向 然后ELEC的这个就业中心呢 他会提供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就是实习的这个信息 就是每天我们会 po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实习的信息 因为很多公司他要招了的话 他可能会直接把这个就是 这个叫什么 招聘工 招职的对 招聘工是直接发给我 他的hr就发给我 发给学校 学校就直接发给我们的学生 就通过邮件或者是在网 我们的carecenter网站上就直接挂出来了 所以这些可能又涉及到很多 其实有内推的机会 这也就是商学院和 就是一般的工业大学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和企业的联系非常紧密 然后你们在学习当中 有很多和企业打交道的机会 那同时你拿到的这些 实习的这些资讯 也是第一手的 因为企业和学校之间联系非常紧密 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校友 今年我们大概总共有 5万3千多个校友就全球 所以特别是在法国 校友非常多 很多这种就是公司的这种招聘 都是校友直接推过来 所以就业的话机会还是有 但是那就业如果你们如果是学marketing 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语言 所以如果说这个看对于法语的掌握 如果说你的法语掌握的是不错的话 那会极大的增加你在法国当地就业的 这个机会 那如果说你的法语可能level会比较低 或者比较弱一点 然后你完全不说的话 那这个可能会给你在当地就业 造成一些一些迷惑度 所以的话语言这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就是做marketing这块 因为你要做对法国的这些品牌 那你对当地的这些东西肯定是要了解的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刚刚就是ok 这个同学说刚刚我有说MIM 对于许多没有相关背景的同学 是可以申请的 请问这些学生都有考GRE或者GMAT吗 对 是的 需要GRE或者GMAT 我们没有最低的这个 就是MIM都需要GMAT或GRE 我们没有最低的要求 就是你只要有GMAT或GRE的前进都可以申请 但是呢我们有个大概的录取的均分了 大概是在640到650的样子 就是GMAT GRE大概是320到350的样子 就是我们的一个average的这个录取 当然我们也有就是低于这个分数录取的同学 就他在其他方面非常优秀的话 也是就GRE的地点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整体的评 就是评价是一个holistic的 ok好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好请问下 请问你一次可以申请几个项目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然后每个项目都需要交纳申请费吗 一次可以申请两个项目 就是up to two 所以只需要交一次申请费就行了 两个专业 需要提交两封动机信 好的 这个同学他是问到 问到关于就是这个语言类的这个要求 就是英文检定只用TOEIC申请的学生多吗 还是大部分都用雅思或托福 法国学生用TOEIC的特别多 国际学生用这个雅思或者是托福的都有 我觉得雅思可能添多一点吧 ok好 还有个同学问学费啊 就学费非常的复杂 其实我都不记得 因为每年都在骗 大概的话 MSE的话大概是从两万三到两万八 就这个之间就是一年的这个学费 然后MIM会贵一些是四万多 但是这都是total intuition phase 然后我建议就是对学费感兴趣的同学 去我们的官网上看一下 这个在我们的官网上 每个专业不一样 ok好 有同学在问这个bachelor的这个 授课的bachelor的这个项目 因为我不是bachelor的这个招生老师 这块的话 你下来可以跟我联系 我把你就是redirect到我们的其他老师 来回答你的问题 不知道那个Diana我们还没有时间 我们还有四个问题 还有时间 好的好的 问题好的 问题挺多的 那么 很好很好 谢谢大家 我们有个同学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请问非相关背景 申请MSE program的人多吗 这个问题决定挺好的 因为MSE的话 你的学习的时间非常的紧凑 一般来说我们的MSE的他的课程证字 其实都是比较advanced的 需要就是我们的申请者 有一定的相关的这个学术背景 或者是professional experience 所以就建议你还是要有一定的背景来申请 但是呢 我们有两个专业 两个MSE是比较general一点的 一个是MSE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一个是MS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这两个的话 相对来说就是不太需要 你有非常多的相关的背景 但是呢 我刚提到MSE international finance 需要你有树立的背景 就比如你是学工科的 你是学engineering的 你是学mathematic 你都可以申请MSE 就你没有finance background 也可以申请MS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当然比如还有我们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 这个工程师的同学 不管是法国印度的特 就很多申请者 他们其实是想做一个复合的学习 就是他原来有一个很好的工程师学位 他但是呢 他也不想做这个管理的职位 那他就申请MSE managemen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的专业 来做一个就是工程师和这个商科的 这么一个结合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他没有商科背景 也是可以申请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申请 比如说像 consulting这样子的专业的话 那一定需要你有一定的这个 至少商科的这个背景 比如你之前是学过finance 你之前学过一些商科的课程 是比较重或者经济学类的课程 是需要的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关于 就是如果是要读行销或管理的硕士 需要具备什么能力 跟有什么个人特质比较适合念这两个科系 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是case by case 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可能有点不一样 还一个是需要就是 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 你的就业方向 以及你本身之前做过 就你之前是读的什么专业 然后你做了哪些internship 比较相关的 我觉得行销可能 就是个的特质的话 就是你要我觉得你要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挺挺挺 就四月活跃 然后你有一些创造力 比较creative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做这个marketing的 就是人是活泼一点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读marketing 当然相关来相读背景可能也是需要的 那OK最后两个问题 那关于就是career center 帮助我们寻找实习公司 只有法国的公司吗 还是欧洲的公司都有 是全球的公司 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实习 没有对于就是location的要求 所以任何就是你想去实习的地方都可以 所以我们的收到的这些实习的这些信息资讯 也是来自全球各地的 所以哪都就不用担心 但是可能法国的资讯应该是比较多的 因为毕竟我们和法国的这个企业是 或者是欧洲的联系比较紧密 所以这方面肯定是会多的 像我们台湾的这块 我们收到可能就会比较少 香港香港新加坡比较多一点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可以请问可以多说一些 MSC finance专业的差别 这个的话因为Eleco的这个 MSC的finance方向分的特别细 我们有金融工程 我们有企业融资和这个投行业务 还有这个accounting and finance 就是会计学 然后还有刚才我提到的这个climate change 就是气候变化和可持续金融 还有一个是就是比较general的那个方向 其实每一个方向你通过它的名字 你就能大概的判断到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 学习的方向 然后呢我建议就是 你可以到我的官网上去看一下那个专业的这个页面 然后那个官网上的课程信息非常非常非常功夫 然后就是包括你会学到什么 主要是用哪些的教学手段 都会在这上面讲得非常清楚 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跟我联系 我的这个邮箱是玉婷.cai.educ.edu 欢迎大家跟我联系 好的 好的 那我补充 我补问一个问题 申请你们学校的这个硕士课程 需不需要有工作经验 不需要 因为我们的这个硕士是 pre-experience master 所以我们不需要有工作经验 但如果说有一些MSC的话 你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是一个加分项 嗯 了解 懂了 好 我们的这个年纪 硕士的年纪的话 就MSC的年纪从22岁到40岁都有 所以跨度区间很大的 我相信因为你们学校的课程 这样子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 应该是说真的是呼应这个全球现在的局势 还有这个兴趣 所以真的应该是想要琢磨在这个 这些领域科目上面领域想要再更加强 更专业的话 我相信他们不管是年纪再大 或者是已经工作一段时间 都想要再去增加更多的这些资讯 还有专业 甚至还有学校所带来的这些所谓的人脉 跟这个业界的这些关系 我觉得这会是很好的一个投资 就是说还有一个选择 好那今天非常可以 非常谢谢玉婷今天给我们详细的介绍 好那在线上的各位同学 如果还有相关的资讯 还有问题 甚至像关于怎么样申请 都可以再跟我们校代这边来做联系 那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明天礼拜四 我们12月8号 以及还有下周二12月13号 还有我们今年最后的留学欧洲部署未来的说明会 那分别要带给大家德国 以及还有这个比利时的知名学校的说明会 那更多这个欧洲大学申请指南 这个要让学校代表来帮你及时解惑 还有告诉你如何强化你的专业跟人脉 以及了解我们国际学生的这个留学跟植癌的路的布局 我们所有最新的活动资讯都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请还没有报名的同学真的手刀赶紧的来报名 真的布局你的未来就真的是从我们这个留学 留学欧洲的说明会开始 那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玉婷给我们详细的 好的谢谢 谢谢您的时间我们希望明天再看到您 好的好好再见 再见大家 谢谢大家 那还没有报名的那以及还有想要知道我们明年 以及1月份开始的这个活动的资讯 也请您上我们的官网以及我们的脸书这边来参考 以及来报名 今天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参加 我们我希望明天可以再看到大家咯 那我们明天见或是下周见 大家拜拜 感谢观看